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圖 我想說那件事是甚麼 其實現在是看到這個音色的 其實是否看到一些字的? 看不到的 再大一點 我想大一點是好一點的 可以的 這樣呢?會不會好一點? 好一點是吧? 好 我現在寫了傳播版權作品 即是一個頭項 應該這樣說 因為他現在加了一個傳播權 22什麼鬼 加了一個傳播權 所以其實 但凡你使用 或者傳播別人的一些作品 這個圖都應該可以適用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要傳播或者使用一些作品 或者傳播一些二次創作 即是我去改圖或剪圖 等等等等 上面一段落的時候 就是現有的版權條例的 structure 第一個問題就是問 究竟有沒有問准版權持有人 如果去到這一邊 有的 那就沒事了 你喜歡截圖 你改圖 你如何傳播 你問了版權持有人 他OK了 當然沒事了 如果沒有 沒有問他 那就看看 那到底傳播的是否很少部份 其實 Chris之前也有討論過 究竟是怎樣為之小部份 因為法庭 有時不是看你的圖 或那部電影有多長 而是看看你截圖的東西 是有多重要的 但是姑且我當 如果我傳播或使用的部份 是很少部份的 那OK 沒事了 Yes 沒事了 如果不是的 是很大部份的 整幅圖寫出來 然後我想去傳播或使用的時候 我又再問了 下一個問題 究竟這個作品會不會是公共領域的作品呢 譬如原作者已經失敗了 五十年之間過外 如果這個是公共領域的東西 你去使用 你去傳播 那當然是沒問題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現有法例 都還有一堆 叫做permitted acts 他的說法 就是許可使用的範圍 亦都在立法會的簡報裏面 有超過六十種現行的使用 其實版權條例已經容許的 這些包括一些教育的用途 研究、評論 或者新聞報道的一些用途 而知識產權處處長華的梁振英 把喜歡你放上去 評論時事的豁免 我想他是在說這一個 就是現行裏面的 permitted acts的其中一個 問這個問題 如果你的傳播或使用 是不是在這些範圍裏面 如果是的話就沒事了 如果不是 這就來到現在的新版權條例修訂的部分 就是新加入了一堆的豁免 就是那堆所謂fair dealing的豁免 那是什麼呢 首先要問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的目的 首先要問目的 問了目的是不是 那些氣訪、諷刺、滑溪、模仿、時事評論 或者是引用這些東西 先問了 好了 首先要說 如果不是的話 就民事侵權 不是的話就民事侵權 好了 當你是了 就是落到豁免這些目的 都還要再問第二個問題 是不是公平處理呢 所以這裡說公平處理 其實是一個 有目的規限的 就是那六款東西 的一些公平處理 就不是一個完全開放式的東西 再重複一下 當你的目的真是落入了這六種東西 真的要再問公平處理 公平處理是什麼呢 就是要看一下這些 這四樣東西 就是非謀利 要看原作品的性質 傳播的 或者使用的原作品的比例有多少 以及究竟會不會影響到原作品的潛在市場價值 以及潛在市場價值 其實這四個 又是正常 fair use 通常都要問這些問題 不過fair use 就是全開放 沒有上面那堆目的 但是先不要理fair use 暫時 現在再問 問題就是 如果真是公平處理 即你的目的是那六款東西 又是公平處理 即這些都已經過關了 yes的話 那就應該是沒事的 好了 如果沒有的話 也不是 你又不是fair dealing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會當作不是fair dealing 那又是民事侵權 即是說 有兩款東西 在現行新加入的 你有機會是民事侵權 就是改圖、傳播、剪圖、其他東西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氣坊 那些什麼 就是民事侵權 又或者 即使你的目的是這堆東西 但是你又不是公平處理 你又有機會是民事侵權 當你是民事侵權的時候 再要看看你的傳播的目的 即是是不是牟利、報酬 是不是在業務、貿易過程中傳播 如果是 就有刑事了 即是說 如果我這個傳播 或者這個傳播 如果是一個民事侵權 再加上我這個傳播是牟利 什麼鬼的這些東西 在業務過程傳播 那是有刑事責任的 刑事責任是這樣的情況 才會有 好了 另一種 就是說我不是牟利的 我不是為報酬的 我不是為貿易的 但是再問另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傳播 是不是又達到一個 損害版權人權利的程度 這個就是1188B 就是那個損害性傳播的東西 就是說 我這個傳播是民事侵權 而我的目的不是牟利的 我不是在業務過程中做的 但是要再問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傳播 是不是會去到一個選外版權持有刑的程度 如果是的話 就會是刑事責任 如果不是的話 就應該是沒有刑事責任的 好了 當你問這個問題 怎麼回答呢 那一個新的申請就是 法官會看完個案的所有證據 特別要看看那個傳播 有沒有取代原作品的東西 如果真的有的時候就有刑責 沒有的時候就沒有刑責 這個就是我對於現行法律 現行法例 再加上你這個新的修訂的一些理解 就是什麼時候是民事侵權 什麼時候是刑事責任 再加上你一點 民事侵權就是當你 就是剛才一直問的那些問題 就是從這裡開始 新的一段 就是當你的目的 做的事情 無論是傳播也好 Captal也好 什麼也好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這堆東西 不是這堆新加入豁免 就是民事侵權 或者即使你是 不過又不是fair dealing 又是民事侵權 好了 來刑事細看傳播 如果這個傳播是這樣的時 如果是謀利什麼貴呢 就會有刑事責任 如果不是謀利的 但是又會損害到版權持有的人 的權利 譬如說取到一件作品 也會有刑事責任 所以我自己嘗試這樣 令我自己理解多少少少 什麼時候是民事 什麼時候是刑事 所以如果你說 但是很多時候 當你做一件事 Captal也好 改圖也好 或者配新的字幕 配音的時候 你做了之後 都會加上傳播那個act 就是你做了 你不會就這樣收到電腦 你還會傳播出去 所以很多時候 都會是做and傳播 其實是同一個行為 而我的理解 對於譬如說 潛盤戰線 或者一些網民所提出的 一些他們的反建議 或者在哪個位置做的修訂 就是什麼時候是 fair user UGC 在哪裏出現的 就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說 當我們問 究竟那件事是否戲房 什麼的時候 如果是的時候 現行的修訂 就是你看看是否fair dealing 如果不是的時候 就已經是民事侵權 但是現在 我相信 建本戰線 或者一些網民 甚至我自己覺得 都應該可以去想 那件事 就是在這個位置 加入UGC 或者fair use的安全網 如果不是戲房 如果不是戲房 不是這些的時候 在現行的修訂 譬如說認真翻唱 在現行的修訂 是可以有民事侵權的成分的 現在就在這個位置 我不要民事侵權的東西 我加多一件東西 叫做UGC 或者fair use 那裏是不限目的的 總之你符合到 所謂fair use 或者UGC 的一些條件 可以得到一個豁免 就是不再是民事侵權 就是在這個位置 加多一個安全網 而那些所謂UGC 或者fair use 那些不限目的的一些 條件是什麼呢 其實那些條件 又是這些東西 幾乎是 UGC有一點點不同 UGC就會是 譬如說你必須是一個 個人用戶 你又要credit 那個原作品 你要深知你不是侵權 不會影響那個潛在價值 又是不會取代原作品 其實是很相似的 但是我想那個討論是 如果現在那些朋友 想加入那些新的修訂 就在哪裏呢 就在這個位置加入的 就變成那個保障 會比較完善一些 即使我不是戲房 不是什麼什麼 認真翻唱那裏 在這裏 我都更多一個UGC 或者fair use的安全網 而這一個 亦都是間涉去回應 譚韻詩大律師工會主席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 他說你不可以 你如果就fair use 可能不包含這些戲房 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我猜他是不瞭解 他以為網民推出是一個Iderall 他以為是 我用fair use代替了現在 這個政府提出的fair dealing 但其實不是 我相信就是現在現行的這一節 即是新修訂所給予的保障 要 這裏 要埋 UGC 或者fair use 那就變成了多一個安全網 以及是一個混合式 即是我可以有 鷹式的也有 美式 或者加拿大式的UGC也有 這樣就可以有一個全面的保障 這個就是我對於法例的理解 以及修訂 以及各位不同的朋友所提出的反建議的理解 但還有一些東西其實我也想說 我怕會超過關 但儘管盡快說完 OK 主要是這個圖真的很清晰 讓我們去了解整個版權條例是怎樣 暫在一個創作人的立場 又會怎樣去看呢 其實好像剛才Peter所說 版權條例是要保障創作人的 你又怎樣看修訂 或者對傳播權的影響呢 我不如這樣說吧 我也想回應一些所謂坊間的一些 尤其是業界的一些說法 他們都會有一些理據 如何去說 他們應該要盡快通過這個條例 因為其中第一個就是說 尤其是我聽到IFPI的一些朋友都有說 就是說 因為這個條例遲遲都沒有通過 這個法例很滯後裏面的說法 沒有一些傳播權的一些新的加入的時候 於是 他們就那個業界的利益受到很嚴重的損失 IFPI說就是說在1997年開始 1997年所錄得他們的整個行業的turnover 是說十幾億 十一億 而去到2012年 就是萎縮到只有三點幾億 而他們將這個這樣的暴跌 這十年間的暴跌就完全歸功於這個版權的侵犯 或者是盜版 但是 這裡我想有一點點的資料補充 因為我自己在2002年至2006年都曾經在唱片公司裏面做過 而這間唱片公司也曾經有嘗試去幫iTune做一些 本地香港的嘗試去統籌一些和唱片業界的討論 意思是什麼呢 iTune真的在香港落地是大概兩年前的事 即是說由他講的97年 97年打了後 開始越來越多網絡的使用 或者網絡的分享 甚至他們講的一些非法的盜版 網上的盜版 即是說由97年至2013年這十幾年間 其實是一個空窗期 但是這個空窗期裏面 我自己曾經在2002年至2006年間 我都在唱片公司裏面做過 就是說其實不是沒有一些機會是可以提供給市民 做一些合法下載的事 因為iTune真的在那段時間 其實是有來過香港 想和香港的唱片公司談 以我所知 不單是和我做的那間唱片公司 也有和不同的唱片公司 甚至和日本的唱片公司 他想嘗試通過這些中介人 去和業界去談 究竟iTune可不可以在香港落地 是不是iTune可以和香港的唱片公司 去談那些權益的分佈 或者那些分成怎樣去分佈 從而可以令到iTune可以早些 在香港或者亞洲區落地 又從而令到市民可以 其實我都真的會買的 不過真的沒得買 網上沒得合法下載 非法下載 其實是曾經有過這些契機 但是以我的經驗 或者以我所知 其實當時這段時間 或者十幾年內 香港的唱片公司 是相當擔心保守 還有他們很害怕 究竟這些下載的權利 可以不可以 這些分成是怎樣的 又或者是 可能這些唱片公司 他們是一些國際唱片公司 他們是擔心他們的母公司 是不批准他們在香港做 尤其是所謂local repertoire 或者這些國際公司 他們自己在香港裡面 都有些repertoire 譬如環球有張學友 這些是一些local repertoire 他們覺得擔心母公司 不讓他們有一個自主權 去處理香港自己本身local repertoire的東西 所以一直遲遲都不同 iTune可以與時遲遲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自己看 你去賴 你這些業界去賴 這個導彈 十幾年導彈很嚴重的同時 但是其實你們自己是不是 都應該要負一個很大的責任 就是曾經有機會 可以有一些合法下載的 尤其是很大的平台 是來過的 但是你們不去跟他談 你不去讓步 你這樣去賴 其實你那個收入 或者你的revenue的暴跌 就是因為導彈 但是我覺得這個導彈 你們都有一個責任 就是你不可以今天這麼厚響 業界這麼厚響 去說因為導彈這麼厲害 所以我們現在要雷利風行 用一條新的條例 去扔掉這些東西 你自己都有責任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 我對於那個 你看先 剛才教授也有提過 就是說 告不到 和不去告 那件事的分別 我很同意 我亦都覺得現在業界 其實他們很害怕失去的是什麼呢 反而失去了一個酌情權 一個他們可以告 不過他們可以選擇不去告的一個酌情權 而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今時今日的網民 或者市民 在網上生活的模式 其實已經變成了一些很日常的東西 是一種你日常生活 即是必須的東西 可能我們傳播一些東西 或者我通過 尤其是香港 這個這麼窒息的政治環境 其實已經很習慣 我想已經很多年了 起碼四五年 已經很習慣 通過二次創作 去表達自己的一些冤屈 或者對於社會的不滿 這是香港的一個 即是獨特的國情 或者港情 我覺得這件事是 既然是一個這麼 這樣的時候 如果香港人 這種生活方式 或者過這種生活方式的合法與否 完全是至於你一群版權持有的人 或者業界的一個著情權 我覺得這件事就不是很合理 我覺得這件事是說 你們業界可以有一個著情權 選擇告願不告 就好像大條道理 但是一些市民 他們去做一些日常生活的創作 或者去抒發他們的意見 表達他們的一些東西 行使自由的時候 他們要擔驚受怕 這件事你就可以不用理 我覺得這就是很有問題 就是為什麼你要拿著一個生殺大權 而為什麼市民是不可以 請問 我想希望 處身於一個 不需要這麼擔驚受怕的環境 我覺得這是另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 所謂先通過後檢討 我們都覺得是天方夜談 業界今天會跟你談 他的說法就是 我要加入這個傳播權 所以才可以 對於一些網上的盜版 我可以進行掃蕩 或者可以執法 因為以往沒有傳播權 所以不行 現在我們就開始反建議 就說有些UGC、Fair Use 或者Contract Override 他肯跟你談 他會告訴你 可以想一下 之後再談 他肯跟你談 因為他還沒拿到傳播權 因為他現在是爭取傳播權 到了 如果真的先通過後檢討 他都拿了傳播權 他都可以去告 他還會不會跟你談 之後你再跟他講UGC 或者Fair Use 或者Contract Override 或者161 那些所有的事情 他還會不會理會你呢 他一定不會理會你 然後政府 又可以說 業界的反應就很慢 所以我們都會諮詢 不過諮詢可能又要拖了幾年 我覺得這個先通過後檢討 先不要說那些 就是網上很多比喻 就是性罪行的比喻 我先不說那些 所以我用一個純粹很商業的 商業的一個角度去看 他拿了傳播權 他還會不會跟你談 一定不會 所以 還有一些其他濕性的 不過不說了 有很多 最後一件事 我覺得 其實現在這個討論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好像很膠著 大家都不肯讓步 我又嘗試提出一個很愚蠢的建議 但是一會兒朋友都可以給一些意見 這個我也很同意教授剛才說的 就是當你要拿傳播權 是一個如此廣義的傳播權的時候 但是他放給你的豁免 就是如此狹義的豁免 我覺得這個不對等是不通的 就是說你要拿傳播權嗎 你要開放式的權利 即是我用即姑且用開放式的權利嗎 因為這是科技中立開放式的權利 那我當然要求一個開放式的豁免 好了 你不讓我開放式豁免 我又不讓你拿開放式的權利 那行不行的呢 在現行的法例裡面 其實都有一個right 叫做 Making Available 一些copies to the public 其中他現在repeal了 即Section 22 1D那樣東西是有的 他說他打擊不到一些大規模上載的一套 一套片或一套上載的東西 因為現在沒有傳播權 但其實一直都有這個22 1D 一直都有Making Available Copy to the Public 這個right 你究竟過去有沒有用過呢 你有沒有嘗試用這個right 去拿這個民事去告他那些因民事侵權呢 好了 如果你不讓我開放式豁免 那我又不讓你拿到communication right 你回去用Making Available Copy to the Public 而你覺得原法例是沒有一個刑事的責任 Making Available Copy to the Public 這是一個民事的東西 何時才有刑事呢 現在的法例就是要有一個分法 大規模分法 要有在商業或是謀利的情況才有的 而他覺得因為這樣他就打擊不到網上的複製或侵權 因為這個不是分法 於是他就加到一個188b的東西 即是損害性傳播的東西 其實如果是這樣 我可以不可以 我不要損害性傳播 我不要188b 我將現在現行有的 譬如說分法 distribution 分法的 definition 加多一件事可以不可以的呢 我加回 這個是包括Making Available Copy to the Public 這件事可以不可以的呢 我嘗試去想一下 你不讓我開放式豁免 我又不讓你開放式權利 但是你一樣可以告得到 滿足到你業界的要求 你一樣可以告得到 你用回現在有的Making Available Copy to the Public 最多我把Making Available Copy to the Public 這件事給你多一個刑事的位置 你覺得有刑事就有阻嚇 那又可以不可以的呢 我儘管提出一下 我覺得可以大家討論一下 請那麼以及 我怎麼會做到 已經到達了 我去夠了 你會把責能安裝 我會做到 行運 你會不可以的 我會做責任 你會做責任 你會做責任 三個責任 想要做責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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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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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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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